哎你好 老师就是呃 你哪个是报 广东上 广东 广东几年几 初 你这个有点早 你先听我说先听我说 啊好你说 有几所大学录取我 然后是 5万奖金 我跟他们谈的条件是我 带上他 然后上大学 少女们那样的 哦你意思是 您孩子学习成绩特别的好 然后现在有很多学校 啊 我是说的 你是你自己啊 你成绩好 特别好好到现在就有大学来跟你 要录取你 对 你你参加过什么竞赛吗 参加过我们市里的竞赛 什么呃 全国竞的竞赛参加过吗 有过一次 呃 什么学校 你方便说什么学校吗 你说 那是我现在读的初中还是 呃就是你不说有大学要录取你吗 你什么学校啊 呃是这个武汉的 呃你武大和华科吗 是我们语文老师以前的那个学校 呃是武大华中师范大学吗 差不多 呃我跟你说吧 这个事差不多应该是骗子 你注意 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说学校有这种少年班的话 如果他不是武大和华科 如果是二二一 二二一共产大学 根本就没资格去找所谓的少年班 而且他更不可能在初二初三来干这个事 知道吧 你大概率应该是被骗了 还有 还有 嗯 呃我这么说吧 招少年班的学校 基本上就都是中国QS排名前100的学校 如果说你现在没有上高中 他就想录取你的话 他不是清华北大中科大 他不是上海交大复旦 百分之八九十应该是骗子 所以说的话 这个事最好你让你的家长跟你一起 家长在旁边吗 呃我 家长睡觉去了 这是我记得 啊 那你就慎重啊 最好是让你家长帮你去好好的去看一下 因为大概率这个事不太可能 因为除非说是一一堆特别牛的学校 会有少年班的招生计划 否则你说12个学校 他不可能有那么多 好吧 你回头再好好的去去去去去看一下 好不好啊 就是因为我是我们市里省的市里的全国重点示范性学校 呃 我这么跟你说同学 每一个地级市都有全国重点示范性学校 你想一想 如果大多数的学生 大多数的大学都在你初中还没上高中阶段 就因为你上了一个是全国新师范学校 他就直接要在你初中录取你的话 全国这么多地级市 每个地级市一个 中国好的大学都不用招生高考生了 你算算中国有多少个地级市 你广东有多少个地级市 对吗 那得多少人啊 所以说这个事大概率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说你回头让家长好好的帮你把下关 好不好 先这样好吗 那已经挂了是吧